你要想说 我画了之后 哪个地方没有表现出来 所谓没表现出来就是长 长宽高而已嘛 位置尺寸 大小尺寸就这样子 比如说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我这一边 你画这个样子 你马上要知道 这是外形 深度有多深 厚度有多厚 我要看哪里 就看这里 就这样子 每一个局部 都有它代表的意义 比如说 我现在看一下 这个 你剖面的这 左侧师在哪 前仕途在哪 在这 上仕途的位置长什么样子 上仕途 他就装在这边 可是 但是 我只有花下 但是这里是一个平面 这里是一个平面 这里再装一块 你说这个 这个是 它有锁 下面的 对它是另外的 这边 就这边上锁两块 那个 那个东西滴到这边 穿过去了 就是这样子在解释 嗯 你哪 每一个小部分 你都可以解释得清楚 这样这个仕途的完整 那比如说 你这一边 已经有剖面了 那这个 这个 螺纹孔 跟这个 有罐穿吗 有啊 那这里 我看不到 它正上方有螺纹孔 嗯 就是这里 在哪里 就是这个 在这里 那你这里有一个孔 那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孔 是要插这一根 削进去 所以这里有一个孔 嗯 那你这一个孔 这里一个孔 剖面在这里 从上仕途来看 那这样子就完整了 你这一个 中心线 那一个围去 延伸上去 所以你从这里 从这个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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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仕途 就知道 这要转一个孔 深度是这样的 嗯 上面还有一个螺丝孔 好 它位置 在什么地方 刚好 在这个孔的正上方 好 那像这样 那像这样 它有六个啊 然后它剖 我这边有需要把 虚线画出来吗 那你不一定要全剖啊 你在这里的时候 你可能是 因为我在这边有画 它的那个 虚线 我想说这边 那这边还要表示出来吗 就不用了 就画中心线 甚至于你在这里 可以局部剖面 画一颗出来 做代表 其他画中心线 这样就可以 不过这个题目 最正义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 我问你 现在这个孔怎么做 这一个 这一个怎么做 这样 这举行的 看看那什么 就变得跟刚才那个一样 就变得跟刚才那个一样 这个举行的箱 怎么做 举行的箱 如果是传统 是传统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零件 这个零件 这个 这个像水滴型 这个零件 放进去之后 你搬 这一根 板手 你搬这一根板手 这个水滴型的 要能够在里面拨来拨去 所以势必这一个孔 有一定程度的加工 有一定程度的加工 要不然就要有一定程度的表面粗糙度 不可以太粗糙 我们从这一个题目来看 本体它本来就是柱间 一定是翻杀柱造 那翻杀柱造出来 你这一个 如果不加工 这个东西放进去 上面又要搬一根管 有吗 这样势必 这一个槽一定要加工 你以为这四方炒 这样 要怎么加工 有得一种 厉害的可以加工 这样 而且这还没有贯穿 没有贯穿 你跟阿公 要用什么加工 放电加工 这个铁放电了 放电 慢慢往 有可能 所以 这条那时候 题目出来 我也是在那裡 很争议 结果到两位也没改 不知道是如何 所以这条 学生 有的我都告诉你 你就用一支端锡刀 这样下去 放右边 你押起来 这样是什么形状 前后带圆骨 前后带圆骨 因为它前面后面也没用到 这边也没有用到 对吧 所以你这里 加工起来 变圆骨的也没关系 不影响它的功能 对啊 我就用一支宽度 比如说 5mm的 洗刀这样下去 然后移动一下 它表面出皂度就会比较好一点 比你翻沙铸造出来的还好一点 这样就好了 间隙大一点也没关系 我给它 二三十条的鱼系 也没有关系 我只是要让它拨这一根 这一根斜器型 斜器型 拨过去它把这个 定型顶上去 那 再 拨回来 它最主要是要拨回来 让它 下来 它常态是顶上去的 因为这里是压缩弹化 所以你没有搬的时候 它常态是这样子 插一下 好 我搬下去的时候 它才 退回来让它这个 下来 好 所以这个有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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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画一个地方 你就问自己 比如说这个 马蹄形 我画了这个 马蹄形 我前视图 破掉了 又测试又没有 所以我不知道 它这个 马蹄形的高度 有多高 高度可能在这里 那 我是不是 中心线画下去 把这个 马蹄形的 这个地方 虚线 也把它表示出来 那人就知道 那马蹄形的 就是在那 要不然从这里 没有办法 看到高度 有多高 就是三个师徒 只要一个没办法表示 就需要额外 用师徒去博足它的功 那像这一个 孔 这四个孔 四个孔 它是那个边巷 对我是说 这四个孔 它这里要 要 锁这个 锁这个套筒 外套筒 那你 这 这个地方 对本体来讲 它是钻孔 没有钻螺纹孔 没有错 但是在 这一件 第三件的时候 第三件 要做什么 穿孔 普通穿孔 口 成头孔 让它的 螺钉头 埋到里面 你螺钉头在外面的时候 有可能 你还要考虑 有可能 其他零件 会去抓到 你这个头 你这个头 如果是让它凸在外面 是不是 零件在拆解的时候 会 碰到 所以 我们要让它 沉到里面去 那至于几颗的话 至于几颗 那 我们 不是 很重要 比如说我做四颗 这个四颗 摆这样 还是四颗摆 一二三四 这个也要 注意 你 摆叉叉 比较好做 还是摆 十字 比较好做 因为有时候 刀子没有办法下去 你可能 要 刀子要下去 还有一个 刀具头 你 要 刀具头 可能刀具头 已经去摆掉 摆掉 摆掉别的地方 像这个地方就有可能 你如果十字 在这里 加工的话 可能会撞到旁边 所以你要叉叉 在这个四个位置 就不会撞到 好 深度在这里 没有表示出来 这钻孔深度 螺文孔的深度 螺文孔的深度 在这儿看是 可以换成功 他这里也没有写 也没有画得很详细 他只是 画一个这样子 但是 看起来好像没有 瞳孔 对不对 中心线尾到这儿了 嗯 对 所以我的瞳孔 六角乘窩螺螺酸 歪 对吧 六角乘窩螺螺酸 深满血 但是要插 插那个 对 筑孔 四孔 等据分布 好 螺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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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5的话 M5乘以pitch 3到5压 所以你pitch如果是粗压 螺纹 假设是E E是粗压来讲 嗯 那你 那一个鑽孔深度 比公崖深度 多3到5厘米 因为这是蟒孔 所以你落到的T晒 会往下跑 嗯 对吧 对 公崖的时候 铁穴会往下跑 那你那些深度 那些那些 螺穴深度 如果不够的话 那公崖刀 会去这条T晒 就没下去了 继续就 牙刀就回去了 所以那一个 那个鑽孔深度 多出来 3到5厘米 3 那些就是在 融纳那个 公牙的铁穴 因为公牙的过程当中 铁穴是不会往外跑的 它是往下掉 好 还有没有 我问他这个 他零件 X它是怎么摆的 有什么重要性吗 因为我想不到 X是这边呢 你看他 他这边是画一个圆 这边是画一个菱形 就是把圆的外径固定 把它削四个菱形 那这个用意是 我要套这两个孔 要套进去 如果两个都是圆 中心距离又有 一点点公差 那你套不进去 两个如果都做圆的 你套不进去 所以他把它切成四个边 变成接触面积比较少 只有上面跟下面这里 所以你要放进去比较容易 你这两个做圆 这两个全圆 你这两个 这个是要这样套进去吗 套到这一个 只要一个框 你要塞进去不好塞 所以这就把接触面 剩下上面跟下面一点点的 放进去比较容易 放进去之后 这就把它夹起来 这两个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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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支 它就夹起 用这一支扳手 扳下去的时候 叫一个偏心轮 就顶了这一根注销 往这边顶 往这边顶 外加的 杠杆圆里的按摩 所以它间隙 这个 语气就比较大一点 至于它这个是去顶什么地方 我刚刚这边也还没有写 没有画得很清楚 它这个不是刚好中心落下去 你如果量这个距离的话 这支顶上来的时候 是顶在这一个位置而已 没有刚好顶在中心 因为这四十六你去量 量起来到这个中心距离 从这里 从这个面 量到这个面 这一边 点鬼 到 到 喂 这个又要干 要干 这这这 要倒入到这 你看 你看看 这个面 是套到这里 这个面 有没有 也没有刚好在 这个中心 不知道是外面对 还是这个东西 没有过在正中心 如果照这样子来看 这有一个顶杆 我们落进去后 这可能有一个孔 我们是这样吃烧 一个孔 这个落进去 落进去 加工上面这个 这个地方 加工上面这个 加工上面这一个 不好意思 他在这里有一个孔 但是 扭起来都没准 大概知道这样子了 好 还有吗 嗯 暂时是 诶 那像这个 上面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是怎么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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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这样子 我如果一直锁锁锁锁下去的时候 嗯 这支插消息 往左边跑 还是往右边跑 人家斜面 嗯 右边跑 嗯 嗯 是往左边跑 你想想想看 这个有用力 这个有用力的 不是随便乱挖一个草 往右边跑吧 等一下等一下 可是他在这边 有办法再往右边跑 就是让他一定要顶住 对啊 我如果这样锁下去 这支插出来 这样就不可以了 那斜面 然后我这样锁锁锁锁 那不能做平面吗 做平面他就有可能会跑出去 还是要确保他一定往里面 我这样随便锁他一定会 往里面跑 往里面跑 他这个 这样子锁下去会往里面跑 你就想 这个是过多 我一直下压一直下压 斜面一直下压 斜面 下压斜面他就往这边跑 嗯 我锁下去 斜面这样子 那我 这边是可以动的 下面是可以动 上面只能下压 一直往下压 他这个就往 斜 往上跑 这样我塞下去 这个平面一定 越塞这个平面的越压 有了解 很多学问 看久了就会懂 你看到那个图 像这样子 为什么他要做这个 为什么他要做什么样子 那老师他这边后面好像锁这个 它是 我看不到它的距离大概是多深 就只有这么这么短吗 一个不是吧 你呢 你想呢 那颗螺丝是在什么地方 就这个后面 那你认为这颗螺丝有什么用 那你认为这颗螺丝有什么用 再看前四头 它是为了固定上面这个吗 这是不是有放一支 放一支 东西在这里 你看 那这些东西还有一千两个面 这个塞下去 这个可能 就是锁下 其实这颗螺丝钉 稍微固定 就固定 让这个不会跑出来 不会跑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从这里也看不出它有什么作用 你看 它就很单纯 倒在那后边 那你这个 这个放上去之后 塞了 看这里也没有什么关系 哦 那在这里也感觉 看没什么在这里 有什么作用 说不定还有其他的 什么套件放进去 但是这颗螺帽 因为这一颗螺钉 只是把这一个东西 固定 所有掉 那它洗消平面 只是它不会转动 让这两个平面 就是固定在这个方向 至于它有什么功能 从这边看不出来 好 进步很多 有在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 这边要注意的是 插销的问题 插销 这样 有吗 这边是不是这支插销 嗯 这个 这个插销 跟这边是做什么 这应该有想法 对 你的凸鱼是 你的凸鱼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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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凸鱼就是 只有这样 凸鱼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嗯 那个偏心鱼 这支插销是不是 插销在中间 嗯 我就这样插销 这样插销 用歪销 这个是一个 中间的 传递的零件 这一支插销进去 这也一支插销进去 嗯 然后再把这个插销 打进去 打进去 好 所以呢 它这样子 在搬的时候呢 就有一根插销 这 连接而已 那边最大的 这支插销 可能就断了 好 嗯 很小 我以前也在想说 你这做一支 这么大支的插销 插一支 这么小支插销 我们就不用 大小的 变两个就断了 你现在这个 今天你看它 1比2 这个是1比1 很大 这个插销 差不多 多少 大概3-4mm而已 3-4mm的 你这个这么大的 180 180 大概这么长 我躲在7-7-7-7 因为插销 怎么还歪 好 好 所以这个插销 你看起来像 这个是斜销 追度销 嗯 好 追度销 好 最后一支 再打进去 现在来凸鱼 这个偏心鱼 偏心鱼是用什么方法去搅这支鱼 连接 你这一颗是偏心鱼吗 这一颗是偏心鱼 那我插进去 用什么去连接 它不是用半圆键吗 是吗 对 这样 快点换一半 这样 这一个半月键 这样 嗯 这样 所以你想说 我偏心鱼 那我这样子搬 那中间轴在这 传到这一根轴是用插销 我这支座 要靠什么方法去给它 偏心鱼旋转 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半月键 就这样 好 了解了 好 看你这条有什么话 还在努力中 好在努力 就这样子慢慢去想 你那个动作 机构你要知道它的动作 你就知道 像刚才这样子 嗯 什么传给什么 需要靠什么 这样 才能够把动力传出去 嗯 好今天先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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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